柜子画的墙应该是 墙之间的镜空是量2060 然后呢我们这个墙就应该画上个2300 因为两个墙左之间的距离是240 就是说你这个镜空加上240 就是你需要的这个尺寸 然后包括这边我是要一个4米8的 要一个4米8的墙 那么4米8加上2米4就是5米5米05 5米04就是5040 那这边输入到5040 然后敲一下回车啊 这边就画好了 然后其他的这个户型再去画 然后我们这边只是画了一个橱柜 橱柜的户型 我们在这边就随便去画一下 随便画一下这个户型的大概的样子 然后咱们在这边画一个这个卧室 然后在这里 在这里再去画一个这个卫生间 再去画一个卫生间 这个隔断 然后我们这个厨房呢是做一个这个敞开啊 这个开放式的 做一个开放式的 然后这边呢可以再去补上一道墙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去放一个这个平开门 放一个平开门 然后这边可以在这个卧室啊 卧室的这一个地方也可以画一个这个门 我们在这边去把剩下的这个墙呀窗户呀什么的去给它补上 包括柱子呀房梁什么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好啊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好 这边这个编剧是可以调整的啊 这个我画了一个啊 这个房子的脚上有一个柱子 这个柱子大小是啊 六百五乘六百五 当然尺寸也是可以改的 然后根据啊 好给调整一下 是这个这样子的 然后下一步呢 主要这一次我们讲解的是画这边的这个橱柜 橱柜如何绘制呀 以及生成台面啊等等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呢是用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橱柜啊 去先画出来 我这边就直接啊拖进来把橱柜拖进来啊 把橱柜拖进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落地 这个时候呢 选择橱柜选择橱柜啊 要拖动的时候 因为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啊 我们要去放橱柜的这个地方啊 正好啊正好恰合我们的这个橱柜的大小 所以我一拖动它会自动旋转啊 自动旋转 如果为了避免这个自动旋转的这个功能呢 我们可以选择按住啊 键盘上的SHIFT键 就是左下角的倒数第二个键子 按住这个SHIFT键 可以再拖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自动旋转了 我们拖个这个拖动到大概适合的位置 然后松手 然后这个橱柜啊就放上去了 然后这另一边的橱柜呢 我们也可以啊把它拖过来啊 往这往这里放 然后往后面往后面拖动一下啊 这个地方又自动旋转了 我们给它转回到原来位置啊 按住SHIFT把它拖动到一个位置 然后呃 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配合不了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2D模式下 2D模式下啊 然后选中这一个物体 然后这边的这个尺寸是可以改的啊 这个地方我画的厚度啊 这个柜子 柜子深度是550 那我们就把这个改成550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是完美贴合的 这个啊 改好之后 我们再由2D模式啊 转成3D模式 转成3D模式 转成3D模式之后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该画这个吊柜了 该画吊柜呢 那我们就啊 把吊柜啊 也拖动进来 先放在一边去 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 我们拖动这个吊柜 然后还是按住Shift啊 然后按住鼠标短键 把它拖过来 拖动过来 拖动好之后 我们在右侧啊 右侧这个地方有一个离地 离地那就是啊 距离地面多多高开始安装吧 比如常见的像啊 距离地面1米6 或者1米5 1米55啊 可以啊 开始安装这个吊柜的话呢 那我们就啊 去给它写上一个这个具体的尺寸 比如啊 我这边采用的是离地1米6的这个距离啊 然后去加上这个吊柜 包括这边啊 包括这边也是啊 我这个吊柜画的是330的深度 然后我们这边啊 去画另一边的这个吊柜 把它放放在这里 然后按住Shift键 之后把它拖过去啊 把这个把这个吊柜拖过去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呢 盖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去把离地啊 改成相同的高度1米6 然后呢啊 这个和它还没有贴上吧 没有贴上呢 那我们就继续在2D模式啊 2D模式 选中啊 这个吊柜 然后去改这个尺寸是330 然后跳一下回车 这个就组合好了 合好之后呢 我们再转成3D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它是组合好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啊 比较关注的就是像门板呀 还有这个拉锁还有台面 包括啊这个顶线啊 需要去怎么添加嘛 我们这个生成台面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一键生成 我们选择这个橱柜啊 选择橱柜之后呢 在这边有一个锤子啊 就是制造的功能嘛 之后点击这个锤子下面有一个台面 我们点击一下台面 然后它这个下柜的台面就会自动生成 包括这个嗯 这边这个小组的这个柜子也是生成台面啊 生成台面之后呢 那我们肯定还要啊 吊柜的顶线嘛 我们选择这个吊柜 然后去点击顶线 然后他就会自动把这个顶线生成啊 自动生成的全自动生成 然后包括这边也是 直接点击顶线啊 他也会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还缺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我们这个嗯 厨房里面经常啊 看能看得到的像冰箱 那我们就去加一个冰箱进来 这个冰箱呢 是在材质材素素素材库里面 有这么一个冰箱 然后咱们喜欢拿一种 就去啊 直接给他加上 比如这一种吧 然后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而这个样子嘛 我们选择 然后可以给他旋转啊 旋转旋转到合适角度哈 旋转到合适角度之后 再把它拖拽啊 拖拽到他该啊 他应该在的位置 然后下一步呢 然后下一步呢 比如我们这里啊 还有一个烟机 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家电 家其他的家电 打比方我们这个地方啊 需要用到一个烟机 对吧 吸油烟机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吸油烟机啊 放在 放在这个地方啊 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后我们后面有柜子 所以他这个烟机啊 他是靠不到边的 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柜子嘛 所以啊 我在在在这个2D2D模式下 可以拖动啊 来让这个烟机啊 达到我们往后拖动的这个目的 然后下一个 比如这个水盆柜 水盆柜水盆 水盆啊 我们这边画的是一个水盆柜嘛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用到这个水盆啊 在五金配件里面 可以去找一个啊 这个喜欢的水盆啊 给他加进去 我们可以看 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啊 先把水盆放在这里 然后旋转 旋转水盆 然后可以旋转 旋转 旋转好这个合适角度之后呢 那我们啊 该去调整这个水盆的位置了 调整水盆的位置 我们调整 水盆把这个水盆放在这里吧 一般水盆放置好之后 它是会自动开啊 自动开这个 开这个口的啊 水盆放放置好之后 它是会自动开口的 就像 就像这个样子啊 这样 然后呢 那除了水盆 包括一些 像什么 这个 煤气灶呀 煤气灶 咱们是在除位电器啊 在除位电器里面 在除位电器里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呀 生活电器 在家用电器里面啊 啊 这个地方还可以摆个锅呀 摆个什么 啊 这个 炒锅 或者是摆一个主锅 什么的 咱们可以在这里面去给它加上啊 嗯 这边啊 这边咱们是找到了几个锅哈 就是比如这种 这种小的 这种小的 这个煮锅 或者是煲 咱们可以给它加 加进去 放进去 啊 还有这个 平底锅啊 也可以给它加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加 这个平底锅 加进去之后呢 它是 这个样子的 啊 加进去之后 它是这样的 然后旋转一下 可以看到啊 它 这个高度 高度其实是 那我们可以再给它 多加一点点 嗯 它现在是 730 然后 会 淡在 这个灶的 上边去 那我们又给它 改成760 啊 去看一下啊 如果合适啊 是 那就 啊 合适那就可以了 包括这边 这边像什么啊 这个挂件啊 就是 勺子 或者是 杯子 杯架啊 然后像 这种刀架 也可以 晚上 加上 包括这款 这种刀架 我 我给它放在这里 一般呢 那这个刀架 旁边肯定有什么啊 刀架旁边 是必须要有菜板啊 那我们这个切菜板啊 可以给它放一个 放一个悬挂式的啊 可以放一种 放一个这样的 这种悬挂式的菜板 当然啊 也可以 放置一个这种啊 正在正在正在切的这个菜板 这个是看你们自己自由选择啊 我们把这个菜板放在这里 然后去看啊 这个菜板现在是啊 转错了 那我们就给它旋转 旋转回来 然后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啊 摆放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渲染啊 或者是 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 也可以 我们用这个窗户在这边 然后吸油烟机 冰箱 啊 这些必备的 必备的东西都在 那我们就直接打开渲染 直接打开渲染 就是在上面 这个渲染是生成一个 比较漂亮的 这个渲染图 嗯 这边 我可以看到 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摄像头 然后我们在这一部分 它是有一个啊 这个向导的啊 可以这个 可以看到预览的这个图形啊 我们在这边啊 我把摄像头调到 调整到这个位置 调整到这个位置 调整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然后 一般的话 这个羊角平常都在二度到负二度之间啊 这样会比较令人舒服 然后视野呢 就是啊 可以把这个视野变大 或者是变小啊 当然这个 确定好位置之后 因为不方便拖动啊 不方便拖动这个摄像机 所以我们再去调整这个视野 但如果拖动摄像机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里 嗯 只有 只有 只有调整 这些相机的参数肯定达不到一个渲染的效果 因为渲染需要什么 渲染需要灯光啊 需要灯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没有改拉手 没有没有改拉手呢 那我们就关闭这个渲染啊 关闭渲染 然后去拿在3D模式下啊 去把板件啊 点击这个板件模式 然后去替换替换一个拉手 我们替换拉手的时候可以单个替换拉手 当然也可以一键替换 单个替换拉手呢 那我们就先选中选中其中一个拉手 然后点击替换啊 去替换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拉手啊 当然如果是想一键替换整体整个柜体的这个拉手呢 那我们就需要全程按住surf的键 全程按住surf的键 全程按住surf的键 选中啊 按住surf的键之后 选中这个拉手 然后点击替换啊 点击替换之后呢 当然不要松开这个surf的键 直接点击啊 这个拉手 然后整个这个 各柜体里面的这个拉手就被替换掉了 当然下一个柜体也是这么操作啊 不要松开surf的键 然后再下一个柜体给它替换掉 再下一个柜体替换掉 当然门板门板的操作也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这个上面上面的门 或者是下面的门也叫百页门 那么就选中门板啊 选中门板之后按住surf的键 然后点击替换 这边不是有玻璃门和百页门吗 那我们比如要玻璃门那就去选玻璃门 要百页门就去选百页门 直接等待等待这个门板的这个替换完成了 替换完成之后 那么下面的这个门板 要这种玻璃门 那么就去选玻璃门 上面包括上面也是啊上面我要百页门 然后就选百页门下面的门去选玻璃门啊 那就选玻璃门 然后所有的啊门板替换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渲染 打开最后打开渲染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是比刚才啊要好看好看很多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进行渲染啊 调整好调整好这些位置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啊选择清晰度 我们这里面提供标清常用还有高清和大屏的啊 这个效果 其实是根据你们啊根据你们这个出图的啊效率 或者是时间啊来确定我们需要用到哪一种这个清晰度 因为啊这个清晰度越高 那出图的时间肯定是越长的 我们在这边啊直接打开啊 就直接点击这个大屏那出来的这个清晰度肯定是非常高的 然后下面环境环境灯光啊 就是说要去添加灯光 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有只有这一个一个啊 啊这个自然光啊照射啊肯定是不够的 那么肯定要去添加光源 比如我这个光源添加在这里 然后我单击啊单击一下这个光源可以调整光源高度 我们在这里啊呃我习惯是把光源设置在2米2米的高度上啊 输入这个高度2米之后 然后跳一下这个回车按按按键 那就可以把这个光源的高度往下调整了 之前是2200就是2米2的 然后再去添加这个射灯啊 这个射灯是根据你们自己的需要去调的 这个射灯射灯是根据你们自己的需要去调的 当然高度也是啊我习惯的这个02200 需要的地方啊去添加这个射灯 然后去调整调整到自己习惯的这个高度上啊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边啊在这边啊把刚才默认的这个值啊 默认着这个光源再给调回来 然后呢我们啊完成一下啊设计完成一下之后呢 这个光源就调整好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开始渲染啊 这个渲染出来的图就是在这一个视图上 就是在这一个视图上啊去渲染的 医学的健康 这个视图上是绾身的